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剃头象征破釜沉舟的一个决心 而未来也会带着这颗头 它就像是一个综合的新兵 未来希望可以进入到国会 而且今天还会一起来宣示 未来如果有机会进入到国会的话 一定会好好的来推动这个政策 我们看一下现场在剃头的最新情况 什么心情 我想看镜子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 你觉得他知道你会这样 你会感受吗 不会 事实上这个李正浩在身上 其实是穿着迷彩装的 剃头之后就会更像新兵 而现在国董在最后通知阶段 希望可以拉抬新北中和的选情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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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